韻音流庭的同仁 在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保障之下 他不應該因為韻音流庭受到不利益待遇 我們還有一個同號 幸福經驗不幸福 流庭媽媽暗地哭 很多員工他們因為育英流庭的關係 在公司的結構性調新 也就是普遍性調新裡面 他們被制度性的排除 公司在調新的公告裡面 就很清楚的寫說 這些育英流庭的員工 他們不能夠和其他員工一起調新 我是列車長 進公司十幾年來 一路跟公司共同時間 今天公司無意指的全面性挑釁 卻把韻音流庭的人排除在外 而不看年資 導致現在的薪水與薪水的員工還要少 韻音流平時卻不不散 可是在談的角色卻是一種懲罰 請問這樣的企業怎麼敢說他自己是幸福企業呢 我們今天一共有三十幾位 運輸流庭的媽媽 半年來多次跟公司進行協商 而公司的態度卻按摩度 認為我們選擇家庭 放棄了工作 對公司完全沒有貢獻度 導致進行我們 今天我們必須在這裡開記者會 如果現在有懷疑他的話 未來我們也不敢捷律流平 因為我們的薪水還會再跟別人差一大千 其實我們沒有貪心 我們只想要跟別人一樣公平的加薪 想要在這裡提醒台灣高鐵公司 付起社會企業責任 謝謝 我們都是進來公司十幾年以上的員工 全家人都很支持我任何一家公司 但是女兒卻在公司職場受到疾事 我們只是一群單純的職業婦女 十年來公司中午為員工操心 但是我們被群媽媽就是剛好鬱鬱流平 而將我們排除在外 只看齊一年的表現 那我們前面十幾個 公平時間和無理不器 全部都化為無倫 政府提倡聲 公司號稱幸福企業 卻沒有一個完善照顧女性的情商環境 我們辛苦 工作 努力 健康家庭 難道流行失措的嗎 這樣對我們女性公平嗎 從2020年通車以來 這些我們的員工 就是媽媽 跟公司一起動體時間 然後一路的撐過來 那生育之後呢 又剛好遇到公司這種 所謂的調薪的制度 再近三年 因為公司有營收的東方下進行調薪 可是他們在申請流行提醒的時候 公司並沒有一致的把這種考慮進去 一般人都加了心了 這些懷孕流行 政府少子化政策的這些媽媽們 卻沒有辦法得到滿意的調薪的幅度 導致我們心智落差過大 那在這邊我們要提出需求 跟高等公司 要比照說我們要比照這些 跟一般員工調薪幅度 要一般的完整的調薪幅度 讓你保證這些媽媽們的權利 基本上調薪其實說 大概所有公司都是一樣 它是看前一年度的表現 譬如說我是105年 我如果假設我7月1號調薪的話 其實它看的是你在104年1月1號 到12月31號的這個工作表現去做調薪 那我們公司的制度呢 是如果你在104年 就是前一年 調薪的前一年這一整年呢 你的工作的時間 在值日有超過半年 就是183天的話 100都可以調薪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低於半年 就是低於183天的話 我們會按照這個183天的這個比例 譬如說呢 你上班上了三個月 你調薪就可以調50% 譬如說如果你原本預計是 這個值等 這個調薪調到1600塊 那去年你工作三個月 你就可以調整800塊 目前這28位沒有 三年都沒有調到的 他們可能有某一年 或者某兩年 因為我們 育嬰留職停薪 是三歲以前可以留停兩年 那所以說其實 過去三年的這個調薪 並沒有人連續三年都沒有調到 他們可能會有影響到 有的一年可能有部分 但是也沒有全部都沒有調到 另外在大概一個禮拜內的時間 就收集到了500份的連署 都是公司的員工 他們500份 所以大部分是沒有 育嬰留職的人 他們也支持育嬰留職的員工 可以完整調薪 所以我們呼籲高鐵公司 不要再分化勞工 今天在留停期間 回來復職的時候 別人有調薪 他沒有調 這就是不利益待遇 這就是對於 留停同仁的不公平 更好看 貢獻度是一個非常爛的職位 因為這個同仁 在公司期間當然有貢獻 就算他願意留停 他對這個公司 甚至他對這個國家都有貢獻 憑什麼說沒有貢獻 就不調薪 中華電信員工 願意留停期間 不但薪水是照發的 而且該條的調薪照樣給他 比如我們有公共電視公會 運營留停期間 如果你因為他運營留停 不給他打烤機 害他歷年回來復職的時候 升等有問題 抱歉 這也是不利益待遇 我們對於運營留停這件事情 應該採取的態度 是正面的看待 是給予他們保護 是鼓勵大家 願意為國家繼續生產我們的勞動力 願意培育下一代 願意對於勇敢的 培育下一代的媽媽們 給他們一點支持 現在不支持還懲罰 這是高鐵公司 應該有的態度嗎 是 像北市勞動局 申請勞資爭議條件 都會一直都非常和平理性的 在和公司提出我們的訴求 無奈的是半年來 半年我們的訴求 公司一直不願意正面的回應 因為公司態度強硬的關係 導致我們的協商 在半年內協商都破竹 所以今天 才只好在這裡 今天公司的員工 站出來 爭取一個平等的對待 我們其實和股東們 和所有的小股東們 是站在一起的 因為今天高鐵公司 之所以能夠有很好的營收 都是因為一線員工 殷勤的努力 都是因為大家的努力 高鐵公司才能有這麼好的營收 那如果因為公司的制度不公平 因為員工覺得很委屈 而導致我們沒有辦法 盡心盡心盡力的 提供旅客最好的服務 如果因此而導致 公司對外業績沒有那麼好的話 這件事情 其實同時傷害到的是旅客 以及所有的股東 那稍後我們會進到股東會 以股東以及員工的身份 再次對公司提出我們的訴求 希望公司為這些受害者 為這些媽媽可以平等的調情